2018年的1月份 我买了一个武林宏光S 这个车好不好呢 我们来一起先看一个视频 底下钩子啃的 钢圈应该那是后头梁 钢圈也换成铁的 前头的引机感也拉翻起来 啊个咋子 上头的天线 板子压肺的 哎 反正妈的 不想要过来的 这车子 顶上也捅爛的 这个视频看到这里了 是不是觉得这个车很耐造啊 蛮惊稿啊 其实我也这么认为的 很厉害 我那个车顶上以前是放船的 船把这个车顶都压坏了 然后的话后面放傻网的 我们搞户外的嘛 后面放傻网的 傻网把这个车的剪针 都已经压下去了 而且又喜欢打鱼 尾箱里面经常放些鱼 那个鱼的咸呢 把这个堂皇都已经腐蚀掉了 你们以后喜欢搞户 喜欢钓鱼的 这个鱼啊 一定要搞东西装着 千万不要直接放 又坏那个车底板 又坏这个 它反正有腐蚀的作用 反正不好 包括我们平时到户外去打鱼的时候 有时车子陷住了以后 我那个前面那个车子啊 拉车的那个环掉了 基本上都是从大梁这里拉的 把大梁都拉弯了 就这种车子卖了两万块钱 还是比较保值啊 开了五年半 我今天又换了个车子 又换了一个 这个车的话 也是五菱宏光S 但是比之前要 档次要高一点啊 皮座椅 导航啊 什么都有 它这个挂倒档啊 它是挂前面 有点区别 但是区别不大 但这个车现在贵啊 我拿过来的它报价是六万两千八 我反正那两万块钱 那个那个新 那个旧车的话卖了两万嘛 这个车的话 我今天算了一下账啊 贴了四万九千块钱 总的来说 这个车还是比较保值 要农村里面待着的话 不讲什么面子的话啊 我个人觉得 就开这个车 你就不管是钓鱼也好 还是拉 拉客也好 拉朋友也好